今天来纪念一位年轻的侍者 去年10月考古学者兰州文理学院副教授刘拓 在四川马尔康考察洞窟壁画的时候坠崖 中年31岁 刘拓短暂的一生里有很多惊人的经历 2015年7月 媒体报道伊拉克政府军抓获了一名 伊斯兰国组织的华人成员 经过中国大使馆确认 其实他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刘拓 他独自去那儿的原因很简单 再不去的话 那些古迹就会在战火里从世界上被抹除 在这次被解救的之前和之后 他两次进入了更危险的阿富汗去探寻古迹 几乎是每到一地都要被警察和军方扣留 拍照的时候就要准备几张记忆卡 好多抢救出来写照片 他生前去过30多个国家 全国的700多个县 大多都是人际罕至的地方 他就像一只猫一样 刚从树上被救下来 就又爬回到了树上去 对于他的去世 熟悉他的人感到惋惜 但也不能算是意外 我只看过他在一席的一次演讲 一席的编辑说 刘拓是一个脑子里只有考古和探险 这两件事的年轻人 相当推崇理性 但是又很容易感情用事 也许是因为他去世的新闻 他的遗作《阿富汗仿古刑记》 最近成了一本小范围里的热门书 今天的题目就来自他书里的一段话 他两次深入阿富汗的腹地 发现世界上最复杂 最脆弱的一角在一瞬间撕开 赤裸裸的展示在 还没有什么阅历的我的眼前 那种通缉感永远立立在目 在那里 匪夷所思的事情太多 没有机会去选择什么 没有必要后悔什么 唯有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情 是最好的结果 这种人在路上 在事件之中 从整个身体里建立的感受 要比听来的话有力量的多 有关刘拓的观点 网上有很多争论 至今还蔓延在他的身后 那些话题 我没有真实的经历 没有身体的感受 所以我不确定我真的懂什么 而刘拓至少是一个 去过他谈论的地方的人 我觉得人在自己亲身经验里 建立的观点 是更值得一听的 他的旅行 他的人生也至少是一个绝佳的例证 当不同的价值观 碰撞到一起的时候 当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着 或大或小的无偿的时候 通往的正确答案只有 用自己热爱的方式 去度过剩下的生命 刘拓做到了这一点 但愿每个人都能如此 起码能够提升一点争吵的质量 我对阿富汗完全陌生 读这本阿富汗防古行记的时候 还读了李宁教授的波斯笔记 和阿富汗裔美国作家 安萨利的 《无规则游戏》 阿富汗与魏中钻的历史 这两本书都挺好看 我还发现 波斯笔记里 就使用着刘拓拍回来的照片 也许因为只有学考古的人 才知道这些照片 到底该怎么拍 刘拓在书里讲的是 他在2017年十天里 到阿富汗的七个省 不同政权控制区 寻防古迹的经历 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 研究伊斯兰教建筑 特别是希腊化 贵双时期的遗迹 我估计你也和我一样 对这些不是很熟悉 咱们下面 以说书中的故事为主 刘拓自称是一个 对个人情感和故事情节 视若无误的人 但是我读起来还是很感慨 甚至是很感伤 我打算先从这本书的 最后一页说起 当他结束了 在十个昼夜里 被不停的抓进警察 举止着冒险 在起飞时间不到半小时 才通过安检 前往虽然还不能完全放松警惕 但是对于生命安危 更有把握一些的印度的时候 这趟国际航班上的空姐 对这个一身阿富汗服装的 中国小伙子很感兴趣 知道他是来这里旅游的 惊讶的何不拢嘴 他说自己在这条航线上 飞了一百次 从来没有出过机场 因为所有人都说 只要走出后级大厅 迎接他的就是死亡 空姐说的当然有道理 刘拓刚到阿富汗的时候 在一家超市里想拍张照片 都被电源惊恐的制止了 后来他发现 这是公共室内场所的常态 因为害怕被人掌控的 电内的格局 发动炸弹袭击 他在阿富汗的城市里 随处可见爆炸留下三坑 何况空姐还是女性 刘拓在阿富汗边缘小城 巴尔赫的一个公园里 看到了很多女性 这在阿富汗是非常罕见的景象 他猜测是因为这里埋葬着 波斯宇世界里 第一位女诗人巴尔西 这位生活在公元十世纪的 王室女子 因为爱上了宫廷里的奴隶 被他的兄弟们割断了血管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站着自己的鲜血 在浴室的墙上 写下了一首情诗 这个故事 也许能隐喻这片土地的命运 尤其是这里的女性命运 不说那么多让人难过的 来说刘拓遇上了 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女性 她在阿富汗首都 喀布尔落地的时候 住的是全城 唯一一家有中餐厅的旅店 她称老板娘为洪姐 即便是在这个各国使馆的聚集区 也是隔三差五 就会发生汽车爆炸 在她来之前不久 离洪姐的店不远的德国使馆 刚发生过一次 遇难着200多人的爆炸 面对洪姐 刘拓觉得自己 是一个对世界轻轻点水的人 没有什么见识 洪姐会坐飞机到迪拜 去为客户采购食材 会穿着阿富汗当地的女装 去坎大哈和巴基斯坦边境上谈生意 她经历过无数的大风大浪 看过爆炸后树上挂着的人体残肢 还为几天前 还一起打麻将的朋友说过诗 我碰巧看过一部 讲这位洪姐的纪录片 她叫王秋红 2005年到喀布尔 为外国安保公司做出诗 2007年和朋友合伙在这里开了餐馆 真的是那种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儿女 刘拓来的时候 他早已经是当地华人圈里的传奇人物了 他能为刘拓介绍自己开发的成熟包车路线 价格比公共交通还便宜 刘拓对于阿富汗的印象是 民风比古迹更美 同时也是一个发人深思 不知道该在宗教和世俗的纠缠下 如何面对的社会 他遇到的阿富汗人 除了一个老于世故的包车司机 都是虔诚淳朴 特别容易和他推心致富的 在这个问题上 他就有自己的观点了 在宗教保守国家和很多外来者 喜欢接触宗教反叛者的视角不同 他更信任在教门上更虔诚的当地人 他理解保守的生活方式 也理解很多人在宗教和现代生活之间的挣扎 然而这种对于保守宗教冷眼旁观 而不是批判性的描述 也已经进入了敏感的边缘地带 我们且不说民众 来说一群普通的军人 刘拓此行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地 是阿富汗拥有的和巴米扬石窟 同等重要的世界遗产 古尔省的贾姆宣里塔 宣里塔的位置在阿富汗的腹地 距离附近的每个城市都有一天的车程 路上还相当危险 他下了飞机之后还没找到车 就被一架军车给抓走了 开始接受军官的盘问 是当地版的哲学三问 你是哪个国家的人 你来阿富汗干什么 你之前还去过哪 刘拓的这本游记对自己的描述有一个特点 凡是遇到的意外或者危险 他就会急着哭 或者是热泪盈眶 或者是嚎啕失声 就像西游记里的唐僧一样 然而他也不会吸取教训 学着老老实实的远离危险 这一点则向大唐西游记里 真正的唐僧玄奘 在他们身上 真实的表达情绪和看法 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振奋勇气 这两件事本来也不矛盾 我们觉得出奇 是因为大多数人这两条都没有做到 他这一次又是机会要大哭 他想的是一旦在这被关起来 那么后面几天的全部行程就泡汤了 结果军官们哈哈大笑 说我们不能放你自己去 但是我们可以带你去 军官警察吃了红茶和点心 点齐了两辆皮卡车 带了五六个全副装的士兵 架起来冲锋枪就带着他上路了 军人们一路和他相谈甚欢 但是严厉禁止他拍摄任何阿富汗的女性 他在路上看到了漫山遍野的因素 儿童在其中嬉戏 军人们对此的轻松态度 才让刘拓感到了恐怖 阿富汗人安萨利在《无规则》游记里认为 某种意义上 这些因素促进了阿富汗的和平 当然也造就了权力腐败 这里的人身在产业链的末端 没有想过制止中植 只是想控制规模和产量 好保证价格不下跌而已 事实上 这些因素交易的主要受害者是邻国伊朗 他也不认为阿富汗是帝国坟场 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帝国和势力 对这里实施了有效的征服和统治 刘拓他们去的时候是摘月 官员们真的一整天都没有喝一口水 吃一口东西 他们却给刘拓找了好多当地的特产性子 让他赶快吃下去 等到建到的那座宣礼塔 我们就得引用书里的专业描述了 这座塔建成于公元1200多年 是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关键转变时期建筑 建立它的是统治阿富汗 只有67年的古尔王朝 宣礼塔成了这个王朝留下的最重要标志 在伊斯兰教这个入室的宗教里 如此建在深谷底的引修建筑 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塔身高68米 是世界第二的宣礼塔 通体满庇复杂的专雕图案 延续了这一地区早期的装饰风格 而塔顶部有一圈蓝色右砖的古兰经经文 开辟了后世的彩色右砖建筑仙河 士兵问仰头念诵这段经文 告诉他 这是古兰经理完整的麦尔延章 这座塔的管理员捧出游客留言本 距离最近的外国游客已经是五年前了 刘拓拒绝用英文留言 坚持做第一个中文写下留言的游客 他写道 从恰赫恰兰乘坐四个小时的汽车来到这 当塔身在山谷中出现时 只有赞叹 回去以后 士兵们把他送到了一家旅馆盯住店主不许放他出门 第二天 他们开着车直接把他送到了飞机弦梯下面 刘拓终于问了憋了好久的问题 自己到底该付多少钱 按理说 把身上的几百美元都给人家也不为过 士兵们哈哈大笑 说他们也没有去过宣礼塔 因为他而放了一天假 大家都高兴极了 告诉他这里太危险 还是赶快走吧 他如此迫不及待的要去观察和拍摄这些古迹 因为他拍过的很多古迹 再短短几年里就消失了 谁也不敢保证贾姆宣礼塔不会重演巴米扬大佛的命运 他在石窟里看到了一间库房 收集了西大佛被炸以后的残渣 大者如同小汽车 小的不计其数 曾经有学者提出过要用碎片重新拼接起大佛的设想 如果看到这些实物就知道是不可能的了 好在不远处还有个头较小的东大佛没有被完全摧毁 部分面容可以辨认 刘拓站在那 殷熙可以想见全葬当年面对他的情景 大庞西域记里记载巴米扬的文字是 当这些遗迹和景观消失 我们和古人的情感连接也会随风而逝 然而刘拓的旅程中自有不可磨灭的东西 他以自己的人生证明 他有资格沉浸在自己的问题里 把文物看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我不悲叹命运不长 那不是我们能够预见和控制的 在悲叹之际惨祸又在接连发生着 于是我们转而赞叹那些在短暂的生命里 投入着活过的人们 人各有爱就各自努力 世界会随时坚固一些